我们大日本帝国 对支那的占领会越来越快了 你的条件很诱人哪 优优独播剧场——YK 我是中国人 你们卖国 我不卖国 不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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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我们只能这么做 务必就想与重庆军统 玩一次避重就轻的把戏 目前委员长那里 暂时还是安全的 周星国的暗杀伎俩要远比我们盟国的多得多 东京回殿了 有何指令我们尽快找到有利位置 不要浪费圣诞节这个关口 圣诞节 可能第一夫人要去教堂礼拜 蒋介石也可能随便宜 大本营方面则不认为这是干掉蒋介石的绝佳机会 你认为呢 我认为我们必须做好几手准备 其一 现场我们可能由于对方的严防而失守 其二 蒋也可能放弃会后赴教堂礼拜 其三 我们必须另觅机会下手 你分析得对 那帮大本营的杂种们就知道罚号失令 让他们上天线来试试 他们没这种气魄 哑巴怎么办 让他在疯人院生活一段 这样对我们有好处 就是他 他叫郑德权刚从上海敌战区转院过来 家里是谷玩伤 那我们就准备给他做措施吧 你真的睡着了吗 难道你没有隐私向我倾诉吗 你成了精神失常的人 难道你就没有负罪感吗 你企图逃离现实 你期盼和谁交上朋友 而且你在乱世宇宙中越陷越深 回答我 回答我 我的病人 在耶稣面前 你必须诚实 必须以孩子的心态 来回答大夫的问题 说 说呀 英子 干什么 你放手 我告诉你 我不是随军妓女 英子 对不起 我有点激动 看来 我只能睡沙发了 樫着 好 到樫着 就算了 从来 北延 四周 unch 大 瑞萱 现在情况怎么样 没有情况 一切正常 夫人回来了吗 还没有 小心今晚的任务特别重要 夫人 委员长这两天的身体不好 他对你们的工作很不满意 对不起夫人 都是在下的失职 请总裁放心 我们的特工正在行动 高峰会议就要召开 委员长担心 到会的高级将领们的人身安全 万一 在我们眼皮底下 闹出流血事件 让日本特工占了便宜 委员长 与美国方面即将进行的合作 将照上阴影 请夫人和委员长放心 钱某人定当配合戴笠 保卫高峰会议 适当杀身成人而厚效 刚刚收到最新情报 希特勒 进攻苏联 让斯大林举步为鉴 委员长后悔 当初没有听德国方面的劝告 委员长最担心的是 在短时间内 德意日轴心国会以东西夹击方式 合为欧押大陆 到那时 可就麻烦了 夫人 美国人不是已向德意日轴心国 宣战了吗 美国人的动作没那么快 昨天我们已收到美国海军方面 由斯塔克将军签署的合作邀请函 他方建议 中美共同组建中美合作所 全防卫实施对日特工系统作战 主向为密电破译方面的合作 颜安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颜安在抗日问题上没有问题 我只担心数月前的晚南兵变 会为国共合作留下不测 共产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 没有半点含糊 甚至令人敬佩 只是他们发展的势头 的确让人放心不下 那夫人您的意思是 先渡过难关再说 没有委员长口语之前 不要对中共方面有过分之举 尤其是曾家严的周恩来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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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了这杯轻轻的小菜 战胜难得机会再不买更多难 来来来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冰箱里边喝 喝日军在来 我可以坐下吗 请 我可以 海洋与树心 明月照高谈 冰箱里边好 喝日军在来 能和你喝一杯吗 怎么 你想今晚与我罗曼蒂克 当然 谁要见了你不动心 那他肯定不是个男人 想与我上床 我可是有条件的 和日冰箱里边 estan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是我 是卡尔特教授啊 请讲 亲爱的院长阁下 我以耶稣的名义向你保证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必须马上见到你 那您说 在哪儿见面 哦 还是我的工作间来讲话比较安全 我等候您的到来 院长 好的 备车 我有钥匙出门 好 城汉 爽 今天晚上太高兴了 你长得真漂亮 你喝端了 今天晚上我 我好像有麻烦了 对不起 她是我丈母 再见宝贝 再见 那两个人有问题 我们跟上去 婴子 你这是干什么 为了帝国的利益 今后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不过我要你发誓 绝对要向你哥哥忏悔 坐吧 坐吧 您来得正好 关于一百二十五号病人的测试已完成 我对这个病人表现出来的心理数据 十分惊讶 换句话说 在我研究精神神经学的这几十年当中 这类病人最为独特 那么 这个病人的独特之处 在于什么地方呢 没有迹象显示 他会是一位失去理性或控制的精神病人 您的测试结果会不会有偏差 我多年研究本我心理 自我心理与超我心理 在这个病人的心电图测试数据方面显示 他的本能和欲望结构无异样 自我的意识结构十分顽强 另外 我给他灌输了风云刹那 鸟兽走琴 还有梦幻般的挑逗钦犯 他的超我理念也非常符合伦理范畴 知道了 卡尔特教授 我以主的名义 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时间不早了 今天就谈到这儿 园长 俄国的医学界正在实验一种产品 叫魔鬼 我想在他身上试一下 对不起 今天不谈了 改日吧 变高上级 务必请示延安 上海特科小组 已接获上线 日伟特务 可能对重庆国民政府峰会之绝杀行动 代号为 秀真行动 臭虫行动 与秀化行动 日伟狄特 欲让中华神州 处于更进一步的白色恐怖 以缩使 国内特工高手 与汪伟特工紧密合作 危险 在于对抢 宋 等国民要员的生死 构成危险 判指是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风云变换 金锁 等待命令 好 富殿上海地下党组织 拘迟 侦察员金锁的判断 鉴于抗日战争 已进入了相持阶段 日本偷袭珍珠港 其实说明前驴技穷之真相 我们第十八集团军 与新四军 立属于抗日反法西斯阵营 保卫统一战线 乃我中华民族只血脉长城 谁也不容撼动 你们当尽力 把有效情报报告于重庆 或请州副主席代转重庆方面高层 此事 务必转超特科备案 与此同时 参加国民党峰会的高级将军 正陆续前往陪都重庆 夫人 卫座几时走的 卫座前往峰会会场 已经一个小时了 估计会议已经开始了 会场的警务由谁当值 代局长亲自担任 定由沈罪等人亲到现场 他们是党国的中书 触不得半点差池 那关底的警务由谁负责 由我和侍卫长前主任担当 另外军统特别处调来了燕子别动队 特别保卫夫人的安全 你们下去吧 女性肯定的上方 2位 卫典 对 夫人 请用茶 刚才送茶的那人是谁 快 抓住那个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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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 中共方面转来消息 说日特可能会在今天下午 幸亏我多了个心眼 也要感谢他们事先的提醒 我觉得总裁和你 对中共方面越来越有好感了 夫人 他们已经解决了杀手 也罢 喂 好的 大家远道而来 一路辛苦了 请坐吧 指国际局势突变 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 轴心国肆意妄为到处咬人 目前 美国已经向轴心国宣战 而英国方面 也向日本军队宣战 我国民政府军队和日本军队打了这么多年 军队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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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不敌 一直没向日本人正式宣战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美国人的加入 美国人的加入会使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的格局 发生些许微妙的变化 我已通知军委会 行政院和外交部 准备召回日本外伍大臣和内阁大臣 中国已进入和日本正式的战争状态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闻搜 华东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日本人现在的胃口是越来越大 简直是咄咄逼人 他们不仅要我们的东三省台湾省 还想要我们整个的内陆 不久前 汪兆明从南京给我发来劝详书 措辞十分严苛 他们根本没把我这个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放在眼里 并威胁我若不尽速投降 三个月内会占领培都重庆 诸位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如果舍不得裴都 那么我们还要向兰州方向撤退 混账话 我们不仅不能撤离裴都 我们还要收复失地和小日本在大战几场 中共的十八集团军敢在平行关 赌杀日本铁军告捷 我们也有血战台庄大姐 我们要把松户会战的精神 张自忠精神和王明章精神作为宣传的榜样 若再出现韩夫举之类的苟且偷安者 中正我还当诛杀制 是 总裁 我是戴雨农 今天的事情我深表遗憾 中共方面的情报也未必不是为我们好 国共两党的争斗 每次都有合作的方式结果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中共善于把握时机 恰到好处地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还给了我们 他们想得到什么 他们无非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 我看 你还是在把秘密关押的中共政治犯再释放一些 省得又有报社说我们破坏统一团结吗 总裁 那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办 张学良和赵一迪不能放 只能软禁 杨虎城坚决不能放 听清楚了没有 这是命令 是 总裁 此刻 军统上海小组已经传来情报 今天 日特采取的绣针行动 与臭虫行动 只是烟幕 而更为险恶的绣花行动 还在运筹之中 那么绣花行动的内容 会是些什么呢 院长就是他们 院长您好 你们好 你们是 我们是一把25号病人的家属 我们想知道 他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 有异常吗 这个病人 我们卡尔特教授 刚给他做了检查 结果尚不得而知 若是你们想 我建议你们 还是改天再来领他 参加户外活动吧 院长 我们能不能 在接待室见他 可以 谢谢 进去吧 进去吧 这个在现场被当场击毙的 日本女蝶 名叫阿优华 她是三天前 从长沙特工站 从长沙特工站 调至陪都 重庆军委会的基要 经长沙方面确认 阿优华于1937年前 从中统局调入长沙特工站 在此期间 她的表现优异 受到了长沙站中统领导的夹奖 这个长沙站的中统官员叫什么 陈德发 他已于事发当天下午畏罪自杀了 不过 根据谍报专家分析 这个陈德发 与阿优华 是一条线上的日本内线 当初阿优华进入陪都 就是陈德发鼎立推荐所制 这条线索 这条线索断了之后呢 调查这个案子的线人 正在展开进一步的侦查 其中国名叫阿优华的日本女蝶 可能就是918事变前参与谋杀张作霖的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著名女蝶 穿口梅志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尚在调查之中 被撤 我要去见戴局长 闭上你的嘴 否则我让你的脑袋搬架 情况怎么样 那个美国人还算实相 否则他的妻子儿女都会没命 他不知道你是日本人吧 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现在我们需要想想 怎么样来对付那个院长 院长的档案找到了吗 我们的线人已经回话了 这位院长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从事慈善事业 是他毕生追求的梦想 也就是说 如果卡尔特不胡说八道 那院长方面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你别忘了游戏规则 越是不可能的对象 越可能成为致命的伤害 我劝你还是小心为妙 为了帝国加把劲吧 嗯 我破山何在 成春草木生 甘时花见泪 恨别尿精心 烽火连三月 家书递万斤 华姑娘 站住 华姑娘 走 救命啊 救命啊 华姑娘站住 华姑娘 华姑娘不要跑 这把没人性的畜生 救命啊 志成 华姑子文 叫唏叫唏他们 站住 想干什么 把揭露 华姑娘 至上 Shoow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居然无法无天 姑娘 你走吧 谢谢 谢谢 你们的王爷 去哪里了 王爷 王爷打脸还没回来 你们的王爷 大大的坏了 放开了 王爷 难道你就不怕 鬼子兵与你火拼 江阳现在 可是他们的天下呀 不怕 这些年 小鬼子不敢动我 是因为他们有求于我 这要是干起来 我就和家人 拉上队伍上山 我要和他们斗到底 秦小姐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是个中学音乐教师 会弹钢琴吗 我在音乐师范学院 学的就是钢琴 怎么 王爷也喜欢钢琴 王爷 日本人到咱们家了 王爷 好雅兴啊 刚余练回来 宋本少佐驾临 想必一定有重要军务 听说 王爷的钢琴弹得不错 我们石原司令官 很想请王爷 为他弹上几曲 不知王爷可否赏脸 如果司令官阁下 果真喜欢音乐 那么我愿意效劳 就为这事 几小时前 王爷的人 打伤了我们的士兵 王爷 知道此事吗 你的部下 正准备轮件 我们中国妇女 王爷 江阳可是占领区 我们的军人 寻找魏继 也是兴致所知 我想 那个被日本皇军 看上的女人 应该有点紫色 否则 是不会有麻烦的 少佐阁下 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吗 好 我 我 王爷 清国早已成为了历史 早在1894年 我们日本海军 便已经领教过 北洋舰队的厉害 现在几十年都过去了 就连你们支那人 自己都改朝换呆了 请你不要成虎我支那人 王爷 成虎只是一种形式 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 才可能真正存在 你不是也喜欢西方哲学吗 没想到 你还是个善变的军人 好 战前 我也很喜欢艺术 我想也只有艺术 能够真正打动我 可我 现在是一名日本军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 玷污日本军人的荣誉 好 屠红王爷 真是个铁整整的汉子 我们司令官没有看错您 那请捡来 王爷 祝你身体健康 请务必上光驾临 告辞 王爷 王八蛋 那目前 发生的裴都事件 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吗 希特勒对莫斯科的 又一次战役 已经打响了 楚总 你忘了我们俩 合作的前提了吗 那这么说 是一场鸿门宴 你能否 替我们皇军办一战 过来 这就是 我自己的 就像我一样 你对不过来 还能呀 我 你怎么办 就像我一样 我这就能够 你这就能够 我一样 你怎么做 我那边 不是 我闹 看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